停靠在青岛某军港的吴熙舰突然接到敌情通报 迅速接览起航 是向黄海某海域 春日的黄海气候复杂多变 海面上飘起浓雾 阵风达到了八级 复杂的气象增大了吴熙舰各科目考核的难度 刚刚到达预定海域 吴熙舰雷达站位就发现海上目标 官兵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无锡舰雷达锁定目标 主炮站位连续开火 成功摧毁海上目标 此时雷达又发现有空中目标来袭 舰长下达攻击命令 副炮站位迅速打击空中目标 同时无锡舰连续发射多枚干扰弹 并快速机动规避 我放一艘渔船突然失联 限令我舰协同群内兵力 进行舰机联合搜救 刚刚完成主副炮实弹射击考核 一场舰机联合搜救科目考核 随即展开 指挥员一声令下 无锡舰舰载直升机迅即起飞 在舰机密切协同配合下 预险渔船位置被快速锁定 成功脱险 考核中 北部战区海军某舰艇训练中心 协调水面舰艇 潜艇 舰机机等兵力 与无锡舰开展对抗和保障 让无锡舰在水面 水下和空中多重威胁下 临机处置各种突发情况 此次考核我们坚持战斗力标准 以从南从沿考核为重 构设实战场景 强化对抗考核 提升背靠背实战贴合度 有效检验了舰艇持续作战能力 和官兵处置突发情况的快速反应能力